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周王的第一桩罪 第一宗罪 也就是说何故 第一故就是你们应该缴纳给周王使的供妇包毛没有按时缴纳 结果导致周王使在祭祀的时候包毛供应不上 因而影响了周王使的祭祀 寡人是争就是寡人争是 我就来过问这个事情 可见管仲是在代表齐桓公讲话 所以才会用寡人 作为管仲自己是不能够用寡人的 寡人是什么意思呢 寡人就是寡德之人 少得之恩 这是诸侯对自己的虔称 接下来第二桩罪 赵王南正不复 这个争字跟前面这个争是什么关系呢 首先我们看从这个造字结构上来讲 他从词正生 因此是一个行生字 本意应该跟走路有关系 尔雅师谷里面说 争是行也 但是就争在文献当中使用的实际情况来说 它更主要的是用于攻打 争战 但是这个争跟法 亲 息都不一样 争一定是用来上对下 有道对无道 也就是说用争字的褒义色彩 非常显密 也是正式的战争 但是它只能用于上对下 或者是有道对无道 所以孟子金音下里面就讲 争者上罚下也 那么实力均等的 势均力敌的两个国家之间相互征战 就不能够叫争 只能叫罚 所以叫敌国不相争 孟子还解释这个争字说 争之为言 正也 各欲正吉也 焉用战 这当然是按照儒家的政治思想 来阐释这个争字的含义 说争 假之为言 以也 也是用来明通假的 但是更多的情况下 特别是在战国到汉代的文献当中 用之为言经常是用来作为声训的一个专用术语 就是说为什么有争这个词 这个词是从正这个词来的 从词源上来讲 它就来源于这个正 那么你是为了正对方才去争对方 对不对 但是首先 每一个诸侯国应该是正己 如果是大家都正己的话 就不用别人来正己 因此也就用不着战争了 所以这个争和这个争 可见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意义系统 就是没有交集的两个意义系统 只所以在探字简化的时候 取消了这个字 用了这个字 那是属于归并同音字 好 回到赵王南征而不复 南征就是南巡 赵王到南方巡视 但是没有返回 为什么没有返回 因为淹死了 据说是赵王在南征的时候渡汉水 那么当地的百姓痛恨这个周赵王 报月无道 于是就献给他一条大船 但是这个大船是用胶粘起来的 所以船到汉水中心的时候 船体散掉 赵王就淹死在水里了 好 寡人试问 就是我来追问这件事情 过问这件事情 所以争和问是同一词 那么为什么上文用争 下文用问呢 一个是辩文 一个是辩文 通过上下文用不同的词汇 使这个文章显得变化多姿 另外这个争和问的轻重也不一样 这个问明显要比证要轻一些 那么那就是说用上文用证 下文用问 何故的这两条理由 其实是一轻一重 前面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罪过 可以追究责任的 但是后面这个赵王南征而不复 也确实是 是个问题 因为一方面呢 这个赵王南征的时候 汉水流域还不是处境之内 跟楚国没有关系 另外这个赵王南征而不复 跟清皇宫法楚 这两个事件之间隔了多长时间呢 差不多有三百年 那的的确确是历史的陈年旧账 我现在稍带着来问问 好 看一下这个史记周本纪里面 对赵王南征的记述说 卡王族自赵王侠利 赵王之时 王道 缺威 这个话 这个史观的这个银毁之笔 有时候真的是让人惊叹 本来是赵王是一个昏军 暴虐无道的昏军 但是史观用了一个王道 为缺 衰为西缺 就把这个历史的真相 完全掩盖掉了 赵王南征首 不凡 足于江上 其足不复告 会之也 足于江上 会就是不好意思说 避讳这件事情 所以没有给各个诸侯国发复告 后代的学者 比方说唐代张首杰 也这是史记三家著里面的一家 唐代张首杰的史记正义 引用帝王世纪里面的记述说 赵王得衰 南征 济于汉 传人物之以交传进王 王欲传至中流 交叶传解 王己济功 聚没于水中而崩 其右就是他的车右 新幽密 长臂且多立 游镇得王 但是已经崩了 所以既然德王也是一个死士而已 周人会之 周王使对这件事情觉得很没面子 下面 楚国的使者 针对管仲代表齐桓公所说的话 做了回答 他说 供不入这件事情 供不入这件事情 中间加了一个支就把它指成话了 为什么要指成话呢 因为他在这做判断主语 供不入这件事情 的的确确是寡君之罪 岂敢不攻击呢 对这个罪状 楚国的使者你看 痛痛快快的就承认了 而且答应恢复对周王使的攻击 但是 对管仲代表齐桓公所讲的第二条罪状 楚国使者用了非常幽默的口吻 回答说 赵王南征不复这件事情 您去到水边问吧 问问水神 或者问问当地的居民 跟我们楚国没有关系 问诸水兵就是问之与水兵 好 既然楚国没有承认错误 所以以其国为首的诸侯联军就继续向前推进 赐于行 驻扎在行这个地方 这个赐表示驻扎的意思 大家在中学已经学过了 左传《庄公三年》里面说 凡诗一宿为舍 再宿为信 过信为次 如果是只过一夜的话 那左传里面叫舍于某 舍于某就是只过了一夜 如果是过两夜 那叫做信于某 信于某地 所以这个赐是上古汉语当中 表形为动作数量的一个重要的数词 王立先生专门写过文章 说这个赐一定不能理解成现代汉语的副词赐 它就是二的意思 但是专用于表示行为动作的数量 如果是超过了两首以上 那就是四专门写过文章 那就是四与某了 因此四与某地都可以翻译成是临时驻扎在某个地方 不是长期驻扎 是临时性的驻扎 但是又不是一夜两夜 而是两夜以上 好 这个第一段我们就读完了 好 这一年的夏天 楚国君主就派去完到诸侯联军里面去交涉 这个诗和前面的出自诗与诗的诗有不同了 这个只表示行为 而不包含对象 根据史记的记载 驻扎这次出诗 是带了军队 所以楚诗家里面说 楚城王使将军驻丸以兵御之 其诗家里面说 楚王使驻丸降兵汉齐 这个汉字 大家注意跟这个汉不一样 这个汉是抵御抵抗的意思 那么正因为驻丸身后有强大的军队作为后盾 因此下面就有了诸侯联军撤兵的事情 所以失退 诸侯联军的军队就往后退 临时驻扎在少林这个地方 这是相关的背景 那么假如我们不去看史记里面相关的技术的话 我们就不太清楚 为什么楚国军派出驻丸到诸侯联军当中交涉 然后诸侯联军就往后退了 下面是驻丸和诸侯联军 特别是跟齐侯齐桓公交涉的经过 齐桓公首先就摆出诸侯的军队 就把诸侯的军队按阵形摆列出来 然后跟驻丸乘着车子一同去视察军队 很明显这是为了向驻丸炫耀武力 企图不战而去人之兵 在观看驻侯联军的军队的时候 齐桓公对屈炫耀说 难道是为了我吗 齐不古是为 就是齐为不古 难道是为了我吗 好 大家看一下少林的位置 现在撤到少林这个地方 已经是在蔡国的北部了 因此这次撤军往后撤的行动 还比较 动作比较大 那么本来这个不古是为的宾语 现在提到前面来 为什么要提到前面来呢 为什么要提到前面来 当然有同学有这个式字 那么式是一个条件 但是不是它前置的原因 它只是一个条件 它能提到前面来 是因为用了式来复制 为了表达强调的语气 所以我们在翻译成现代汉语的时候 大家注意到我们用了一个式 现代汉语当中的式 它不仅表判断 还有表强调的用法 难道是为了我吗 是为了继承先军之间的友好关系 用这个式把这两个句子的强调语气就表达出来了 不古就是不善 这也是诸侯君主对自己的牵称 那么跟我共同友好怎么样 这个与不古同好 跟我共同友好 齐桓公打出来的是求和平 求友好的旗号 但是这个语气当中 我们仔细体会 很明显的可以发现 带有胁迫的性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